仙草棟 芋圓加上芋泥 充滿台式風味的冰品 不只國人喜歡 也受到國際觀光客的歡迎 集團這幾年也積極布局東南亞市場 因為其實東南亞市場 它沒有明顯的四季的區隔 然後所以呢 包含像是冰品 甜品跟飲料 都非常受到當地的消費群眾的喜歡 然後另外再加上東南亞市場 目前的人口紅利 其實是滿有機會點的 再來就是包含他們的年輕消費的主力 其實對於外來的品牌的接受度非常的大 除了現有的菲律賓 泰國 新加坡 越南是他們的下一站 最有潛力的應該就是 高度經濟發展的像是新加坡 然後它也是主要有很大的一個華人市場 台商在東南亞耕耘了幾十年 台灣的飲食在東南亞非常的成功 也成為當地飲食文化的一部分 台灣對東南亞市場越來越熟悉 光是今年前兩個月 新南向投資就增加了五倍 今年前兩個月 整體對外投資金額 46億4331萬美元 受鴻海對新加坡投增資案推升 對外投資金額比去年同期成長 170.98% 進一步推升對新南向國家投資金額 達25億5138萬美元 年增574.74% 這幾年就是去新南向國家投資當然是 電子業是最主要的產業 那當然電子業的供應鏈 因為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包括上游的半導體到一些電子 被動元件甚至到一些關鍵零組件 主機板然後到最後的這些的貨端的組裝 那這裡面就是電子業裡面就包括的是筆電 伺服器跟手持裝置 特別是手機iPhone這幾個 今年前二月核准對新南向國家投資件數 59件比去年同期增加136% 其中投資金額較大的是新加坡 越南 泰國 東南亞就是它相對於台灣 它的確還是有跟台灣互補的這些條件 包括土地 水 還有一些綠電 還有這個就是比較充沛的勞力 那比如說以泰國而言的話 它其實是 它不只是可以運用泰國當地的勞工 它還可以引進就是緬甸 寮國 柬埔寨的外勞進去 其中新加坡是東協營運總部 很多台廠會先到新加坡投資 再轉到越太盈 所以大量的這個金額會匯到新加坡去 那第二個部分是 越南仍然是台灣對新南向投資的重點 所以過去以來的話 投資金額大概都是領先各個國家 但是在2023年開始 我們看到我們對泰國的投資金額也大幅增加 泰國這兩年包括它的電動車的產業 還有泰國的新政府 在去年9月上來之後 它有非常多重要的一些產業跟投資的用意 也都吸引了台商前往參加 台灣對東南亞投資2022年開始超越中國大陸 占了海外投資的40%以上 今年前2月 經濟部投資審議司核准對陸投資件數50件 較去年同期減少1.96% 美中貿易戰之下 然後全球供應鏈的調整從中國慢慢的擴大 或者是移轉到其他的地方 東南亞從2017年180開始就是最大的受惠國 所謂的半導體的供應鏈也開始在東南亞發展 那作為跟中國的這個半導體的發展區隔的一個方向 那這都是台商這幾年在東南亞大幅投資增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 除了美中貿易戰 供應鏈移轉 台商對東西投資增加的原因 包括自由貿易協定下的優惠待遇 東南亞崛起 逐漸驅動全球經濟成長動能 TVBS新聞成功想往後與台北裁縫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